8.35分回到谈盘 早报的谈盘前解析 来关心一下昨天台北股市顺利冲过了万一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当然昨天最大的工程是在台积电身上锁定在全职股当中 不过过了万一之后呢 台北股市接下来今天开盘完之后要连放四天的廉价 到底要不要报股去放假呢 还有行情会不会有所震荡 尤其是在美国股市昨天跌的是蛮重的 节目上刚刚请到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期待投顾粉丝邱鼎泰 老师早安 师父好久不见 早安 各位投资来大家早安 是 鼎泰老师真的好久不见 结果你一来你看美股就变了 本来昨天我们多好过了万一台北股市 结果今天清晨收盘一打开 美国股市马上跌了三百多点 那这会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行情吗 因为马上你看接下来四天年就要来了 就是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们台北股市 师父你也知道两年了 台股一直笼罩在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所以拿到一万一千点本来就会有压力了 如果你国际股市没有一路这样大涨上来的话 那你就会碰到这所谓的市场上 就是有一点卖压出现 实际上师父你注意看 昨天台北股市的话 大概台积电国际那个在拉台 实际上一些中小型股有没有 所以你会注意到是涨价钱 贵买房是小跌 那重点是说节前的卖压也有 大家认为四天的年假 不要忘了那个十月十号就明天 中美贸易要谈判 大家都怕不是只有你怕 美国的投资人也怕 对不对 所以美国投资人 昨天就你看那种卖压就很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话 你会比较说了解一个东西 那投资朋友我还是强调 你注意 实际上现在的最大的利空 还是笼罩在中美贸易 所以我们刚才还在盘前 好久不见跟师父在那边聊天 中美贸易很简单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中美贸易之战打的就是5G之战 就是5G之战 就是华为嘛 就是点名就是针对华为嘛 华为就是5G之战 那5G之战 如果看到同学们 你一个很简单的判别 5G看什么 对 比如说你一觉醒来 美股为什么大跌 什么原因你都不用看 你看那个废城半导体重错 那就跟中美贸易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华为重要的晶片都来自于 这个废贸 运行以这个晶片为主 通讯晶片为主 以这个晶片为主 所以你如果看到 那个废城半导体 哦 点了3%多 中美贸易 你看 是昨天的经济数据 PPI是不好 但是联准会主席也提到了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做扩大QE 这现在不是降息 那钱就来了 对 就回到2008年金融风暴 有没有 鲍尔就是说 他要扩大QE QE之后 QE之后 所以这是利多 这是利多 你看中美贸易打了一年 大家不用觉得很奇怪 因为本来就是 因为大家担心这个关税问题 对 关税问题一担心的话 那企业就不敢资本支出 你不敢资本支出 经济就会有点看淡 慢慢下滑 所以经济衰退是必然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联准会用防御的措施 我觉得倒是 昨天包尔一直在强调 因为它 降息是防御的措施 因为股市现在还没有大跌 那事实上 这个上个礼拜 可能 这个四分不少不注意到 上个礼拜不是连涨两天没股吗 就说市场上觉得 这个叫做 金法女郎 这个经济学 金法女郎经济学 因为这个是一个格林童话里面 把它引用过来的 这是在这几十年来经常会在 就是说通膨很低 这样倒是低通膨 你看油价跌成什么样子 第二个呢 低率率 那美国一直强调说 他们经济还是在缓步成长 就好像 你这个金法女郎喝稀饭一样 稀饭是 Not too hot Not too cold 不太冷也不太热 温温的 温温的 但是很好下口 所以上个礼拜大涨的原因是这样 那这礼拜还是要面临到 马上要谈判了嘛 昨天中美又开始有一点点 强硬 强硬了 对不对 然后对你这个中美国 对你什么黑名单 什么 给你列出来 这个待会我们都会稍微谈到 我只要跟大家讲说 你不用担心 但是你今天 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未定数 我跟大家讲 中美貌已经谈了一年多了 这也没什么 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股市在涨 我常常讲说 回归到我们的基数现行也好 或者现在这个状况 那今天当然也有一些重点说 美国的这个废半在重挫 所以我们台积电这一些 晶片概念股 半导体可能有点下压力 像长假之前 可能大家今天 成交量能也不会太大 大家想想想明天都要涵判 干脆今天就炒炒结束好了 就是那种心态在 所以就先等一下 好 那老师 让我们看一下 在美国股市市市说的状况如何 昨天这一根真的还蛮重的 对 你看这是道琼 你看道琼 事实上如果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稍微 这个这是跳空缺口上来 这个再跳空缺口上去 那回补这个缺口 这个叫做技术面的 叫做这个V型反转的技术面 所以技术面这一根来看是OK的 这一根比如上引线的话 也勉勉强强 这可以过去没关系 我们镜头帮你戴 这个是按把它削掉是按 对 对对对 好 那这个我们告诉大家 就是说它这个架构就是 在这个架构当中的话 它是跳空 所以到这三根 技术面都很好 OK 不过这个现行昨天有点破坏掉 有点破坏掉 当然就是提到 我们再看一下 纳斯达克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的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技术现行都一模一样 我跟大家讲 昨天的内容结构 还有个小好处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苹果并没有大跌 苹果没有大跌 那只跌一%多 撑住 撑住 就苹果撑住 事实上我也强调说 事实上也许我们在结构上的改 比如说台北股市也好 一些什么PCB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散热涨很多 大家就不要刻意去追 可是苹果的股票 可能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因为它有扩产啊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销售大概可以成长百分之十 所以科技股还是可以有所支撑的 那当然科技股当中的话 那我们也留意美国股市那些生计股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生计股也会出来撑撑盘 对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被人犯网的旅行很重要 你看 你看 大家都只跌到这里而已啊 都只跌到这里有没有 对 只有它破现了 快要破现 那就破现 为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嘛 同志们你背都要背起来 实际上 这个今年以来 被政府犯网也都有创新高的时候 就那时候 那个状况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说 中美贸易情况是 是比较好一点缓和了 大涨 被盪下来就是 两边还在吵的时候 对对在吵的 吵越胸 他有点的越胸 对对对 因为我再强调也是 中美贸易打的就是5G战 为什么 就是针对华为嘛 所以中美贸易就是在 所以以华为 任正非也很骄傲 他说 以我小小 以我一个公司啊 全局都在看我 对对对 美国请全力要打他 他说 他再次也很骄傲啊 华为变成全局势于文明 不过华为东西真的 没话说了 最近我们待会谈到那个 八项列入的那个 所谓的黑名单里面 大家留意一下 不过我强调 这个如果继续跌 就最不利 就是中美贸易 状况越差的时候 就是这个情况 那以整个 费城半导体来讲 事上昨天有一些 像西部数据 一时括抗 你看括抗 昨天括抗跌超过4% 那括抗的话就是高通 我们中美发言高通 括抗如果跌下来 有利于谁 谁 联发科啊 联发科又有机会了 所以你这一两天就可以 因为在这个前几天 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前 大家对中美贸易 还是谈判有点 怕怕 这到底怎么样 所以高通 就要绕到进去 这个华为都有难度 之前没有办法绕到进去 你看联发科飙一波 如果谈得不好的话 那联发科 那个高通中处的话 最有利的就是联发科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所以在美股的当中 我们来关心一下 不过在今天的消息面当中 怎么来做观察呢 尤其现在中美贸易谈判 明天就要登场了 结果现在双方都好硬 我们来看到了 美国的最新政策还出来了 说谈判前夕 八家大陆企业被点名 老师带大家看一下 这八家到底重不重要 有哪些 当然这是以安控为主 就是海抗威士 海抗威士 海抗威士的话 事实上它是一个 它就是最安控 事实上这个海抗威士 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安控 什么安控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监视器等等 大家可能还记得 它有一个名单列表 对对 它有一个名单列表出来 那海抗威士里面 里面 事实上它这个范围很大 因为它这个产销很大 包括你看看 这些安全监控 海抗威士 对对对 那昨天这个海抗威士 这个大法技术 都因为这样而停牌 停牌在中国大陆停牌 那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大 最主要就是因为海抗威士太大 你要记得吗 我们高雄什么 他对台湾有影响吗 会啊 因为这个影响的股票 海抗威士最主要是做 它的晶片大宗 有一档股票在 在我记得我列的那个叫安霸 昨天中错 韩前就中错了 那你说如果对台北股市有影响的话 那你看安霸中错大概10% 因为它是它最大的一个 那台湾呢 跟安霸联动的股票 大家稍微小心一点 就是文业 文业3336的文业啦 注意一下这个股票 因为那事实上它昨天这个也开始停牌了 那当然这个我说 因为它是监控设备 就是说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个当然川普 这个东西是罗生门啦 我们说罗生门 为什么就是罗生门 因为海抗威士到底 有没有影响到人家这个 因为我跟大家讲 因为中国大陆5G的系统是 是跟美国那个国防系统的5G的系统是一样的 所以川普就抓到你的小毛病啦 所以他当然就要直攻你这个 这个直攻你华为嘛 因为华为是5G的嘛 那在安全监控就海抗 因为海抗威士真的很大 它是全世界最便宜最好用的安控 OK 所以这些股票我倒是觉得说 这一些目前为止 我认为这是川普的故意的啦 那这几个 就是说我们要 川普每次都这样子 谈判之前就先给你来下马威啊 那这个目前为止的话 如果在谈判的过程 我会比较担心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点小让步 但有一个东西中国大陆不太让步 可能会变成这一次的 就在谈判的过程有点阻碍 因为第一个美方要求 中国智慧财产权权 中国答应保护智慧财产权 第二个呢就是扩大投资 中国要全面开放给你投资 无所谓这两个人都没问题 那采购你的农产品也OK 已经开始在采购了嘛 唯一一点就是说 美国要求中国大陆 你对这个企业不能补助 中国大陆开始有点反对这个 因为他需要内需 他需要内需 他有些东西都靠这个补助上来 那这个还没有桥定 那这一块我倒是觉得 大家不用太在意 但是这个有利空的就是说 安霸大跌 然后文业受影响 已经跌了两天了 市场上已经闻出那个味道了 这样跟德宜的 这个代理权的问题 那但是也有利多了 就昨天有没有看到那个3356的那个什么 旗有 对 安控股昨天都上来了 安控股昨天都上来了 那这个没事都是这样 不过我跟他 就算没有 这个未来这个事情没有扩大延续的话 5G最终的还是会涨到安控 但是他只是后发的 但是只要有出问题 他就上来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这是在这个美国股市当中 不过我们来关心一下 今天期货已经开盘了 目前45分 来看到今天期货的确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不过跌幅也还好 今天跌百分之0.3 小跌37.10965而已 所以今天这个跌幅 鼎大哥老师 其实好像还好 因为美国股市昨天跌300 但是我们似乎过万一之后 我们今天是小跌 对 所以今天待会我们要谈谈盘中的重点 就是看这个指数的11000点能不能守住 但是我强调 你说现在盘前跌幅不是很大 盘中不进然 你一定要注意 9点半过后的要看路股 如果出现急杀 那台股股市就比较麻烦了 稍微理会一下 那昨天涨的话 其实就涨台积电 台积电而已 台积电的带大家看一下 台积电就不一样 台积电就不一样 他还会再上吗 这个台积电的7万里 他已经创新高了 台积电的7万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他市值也突破了这个 好像7兆多吧 对 外资说3 对对对 那他已经 外资看法都在3字头了 3字头了 那当然是台湾之光 我们真的说实在的 然后的话没关系 你如果说认为他还会不会再涨的话 我认为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里有一个缺口 那我们就讲经验法则 台积电的缺口都会回补 所以他会先稍微修正 然后回补缺口之后再拉一次这样 他的惯性 所以就是说如果投资的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等他回补这个 对对 一样啊 空方也是啊 你看这个上去的缺口 有没有 他这边就回补了 这个下跌这个缺口有没有 这边就回补了 台积电的缺口都会回补 你按照这个模式来看的话 你就觉得你很放心 但是你不用急着追 实际上我认为做台积电 四分说实在很多投资人 是不太做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太全 不是啦 因为可能是心态问题 我就觉得我做那个好像赚不到什么钱 其实你做台积电赚最多钱 这一波 对而且你压力轻啊 对不对 它动辄就可以创新高 你常见投资的朋友 你又不是每天要当冲 这个股票是绝对很好的操作 因为目前看来的话 你看华为 华为也需要用到它 华为现在就全面靠台积电的晶片 如果中美派打出来的话 台湾如果是在这个能够抢到单的 台积电是第一名 因为台积电 因为这是比例问题 就算美国要制裁 我们台湾台积电也制裁不到 因为它范围很广 它不是直接压在中国大陆 所以台积电 那台积电这个 越过一万大关 那再状新高 现在叫它护国神机 对对 护国神机 当然啊 当然啊 我这样觉得你看 这个台积电 你看我前前看到一个报导里面 也提到说 你看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 我刚来股市的时候 刚才有电子股的时候 你买联电跟买台积电 两样钱 台积电让你赚一二十倍跑不掉 那时候 因为你还有除钱除息 好 那一样来到这地下 所以昨天外资还买多少 买了百亿元 还买了百亿元 对对 他买很多 很多很多 那到这个这个 期货快六万了 因为也对啊 因为他买法一元 就期货当然是做多 这是一定的 好 那相当于电子旺季 那台积电还有一个重点 台积电现在每一季都会配息给你 千金股息 每季配嘛 这是全球的流行趋势 那所以变成说台积电卖压会很轻 空单会比较少 因为动物的就要叫你强迫回补 对 这是正面利多 那不管怎么样 外资最近买它 那降息的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 因为现在降息在这个月的月底 就有机会降息高达七成 OK 10月20 我们是美国时间是10月29 30 然后我们知道答案在10月31 好 10月还有期待 对对对 今年降息的机率现在一直在扩大 而且降息的码数在扩大 现在可能到年底都有降息三码的机会 已经在那个利率 CME的那个利率取货市场上 已经高达这个30到50%了 三码 那两码是比较多 事实上预期是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不过以全职股来说 我们看两样情了 尤其是在台塑集团 台塑四宝现在说有赚钱 但是他对第四季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 所以怎么来关心这个台塑四宝 台塑四宝是这样的 因为我跟妳讲大家不要忘了 你不管台塑他怎么讲 为什么台积电是利多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讲台塑干嘛讲到台积电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只要油价跌 油价大涨的话 台塑四宝就很高兴 台积电以前张董的时候就会出来说 政府要压抑油价 这两个刚好是天平 一个就是说两样情 那一样你说台塑四宝能够多好 你看最近油价 上次波斯湾沙沃地的事件有没有 涨上去那一瞬间而已 就一直就回来了 所以油价昨天在52块附近 以女卫言语来看的话 所以油价不怎么样台塑就头痛 大家记得 所以台塑四宝地是获利壮豪 你感觉好像是不错 你看 感觉是不错 但是你看 但是 但重点看未来 对对对看的是未来 看的是未来 好 那我们比较跟他 因为这个王文王总裁有没有 他这两天才说这个明年景气更快 不过因为他实际上 你看那个记者会 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就大家都问他说他也压力很大 讲一讲 讲到这个话讲完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句说 再坏就这样子 他也很奇怪 其实油价 我认为这个话也有道理 油价正要跌到50以下也是很拼 可是你要大涨都不容易的 目前高盛 因为高盛对油价最准 所以高盛目前他还没有提出说 油价的低点 高盛油价很准 高盛做很多报告都不准 油价特别准 所以他没有提到说 油价到底50块以下的空间 怎么样都没有提到 所以油价还有跌的空间 所以还是关心油价的部分来看台说世保 不过最关键我们来看到这iPhone iPhone 11卖超好 iPhone的相关供应链 其实前几天我们帮大家拆解过了 其中在镜头厂的部分 今天有最近消息 郁金光9月营收 他其实是跟大力光联动的 其实他们的9月营收都表现得很好 因为毕竟iPhone的推上来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机会再持续往上走 是不是还是太动能 这个郁金光 我们这样讲说 郁金光我们英文叫Pure 就是纯的 最纯的瓶盖骨的光学镜头就是郁金光 那也因为他营收报喜 真的相当不错 那连续三个月都很棒 那我要提到说 外资现在法人把郁金光 这个平等调到600块以上 那不容易啊 600出头了 因为有单月他就有 都开始大赚了 你看他的这个营收7月8月你看 这个成长度高 这是跨境出货期的 对对对 我要讲一下说 因为你把那个iPhone拿出来看的话 三镜头 因为从去年开始就说要三镜头 今年确定了 因为真的做出来是三镜头 因为苹果就是这样 他还没有把东西卖出来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的 都是猜的啦 郭明奇最近猜得不太准 都不太准 那算了啦 因为他台湾准 那到中国大陆天风之下 事实上他也要为他们的中国 领人家薪水嘛 对 讲法就已经比较不一样 但不管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小盲点 就是刚才斯文提到 大力光营收不错 可是大力光 今天奥法缩会 九号奥法缩会 关键点 也要听得好 所以公布大力光的不要月营收 寄营收都写下新高 毛利还往上升 对不对 那玉金光是纯平概股 都OK的 可是你观察一些光学类股 这些是蛮特殊的 一些光 零一光 金国光 什么那些 有没有光学镜头 现在三零一九的这个哑光 表现都平平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告诉我们说 这一块的话 你的巡谱策略可能就要更精细一点 可是这里有个小讨厌的地方 斯文你知道什么原因 大力光股价投资人买不起 对啊 玉金光这个股价也算高价股 本来以前买得起 现在买不起了 现在玉金光也算高价股了 你想要买一个中低价位的光学类股 你会觉得说 它现在已经四百多了 对对 而且我们讲一个 你看那个三零一九的雅光 对八十几块 可是它就是涨不上去 对 那上半年第二季 还比第一季成长三倍 就涨不上去 对 因为最有一点说 你现在变成说 你做这个时间点 如果纯粹讲苹果概念股 你变成要很纯 你看那个大力光 也不要一些东西砸七砸八的 纯粹就是把这个车用光学类 让铁上什么的一些 这个亚光那一些嘛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倒是其次 我觉得这个我们倒是来看一下 留意一下今天 最后这都蛮重点 路股的走势很重要 如果绝对半年开始 路股开始大跌 大家就要小心了 对 那美国我们今天的量 成交量也不要太在意 那台积电能不能继续走强 那今天的焦点 在一万一千点 能不能在最后关头守住